我之前是一位佑佳老師想起之前工作的經驗 知道英文不管是對大人或是對小孩都很重要 那我就想說要及早讓孩子們學習英文 有一次就看到了Cocon他很誇張 又有生動的那種圖像以及律動 那就讓我回想起以前曾經我也用過類似的方法 那我覺得真的比較容易了 南瓜胖了啦 人家的南瓜馬車胖了啦 Pumpkin 南瓜 Pumpkin 南瓜 來跟著我開口說黃金麗句 I love pumpkin soup 我喜歡南瓜湯 I love pumpkin soup 我喜歡南瓜湯 我最喜歡看Cocon了 因為他們都會溫柔的教我怎麼唸單字 姐姐現在學到現在已經六年級了 九年啊老師也稱讚姐姐的語感非常棒 抽象的文字對於大腦來說很難記得起來 但是加入故事情節影像與諧音就可以讓人永生難忘 733用腦圖像學習法就是一個活化用腦提升學習效率的好方法 讓我們接著圖像不斷產生正向迴路 增強自己向上的動機與能量 Coclon還附送獨家0800免付費服務專線 提供您專屬顧問服務 1對1制定專屬於您的高校學習計畫 以及免費線上教學服務 讓您不必外出奔波 在家透過電話就能輕鬆練習 以上影片由Coclon用腦圖像學英文提供 發揮到警告 Green � flags用進步